随着日本的疫情越来越严峻 现在当地的口罩也是大缺货 既然还有人趁火打劫 现在出现这种新的诈骗手法 是用免费的口罩来骗取个资 虽然疫情在中国如此的严重 但还是有很多人苦中作乐 我们再来看到大妈所发明的广场舞 竟然随处可见 中国政府在很多地方 搭起这种临时性的方舱医院 最新是包含医护人员 还有病患 他们就像这样子 穿着全身的防护衣 全副武装来大跳广场舞 振奋心情 接下来关心是一度传出 有人发烧的这个豪华邮轮 威士特丹号 现在虽然没有确诊的病例 但是还是成了海上人球 没有国家愿意让他们靠岸下船 那么最新是继台湾日本 还有菲律宾之后 泰国昨天也宣布 只准威士特丹号 补充物资不准入港 目前东南亚 已经至少有五个国家 有确诊的病例 那么其中新加坡有46例 还是境外 除了日本第二高的国家 不过在新加坡的隔海邻居 可是拥有2.6亿人口的印尼 至今却是零确诊病例 不少人就怀疑说 印尼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做检验呢 那么对此 印尼卫生部门则表示 从武汉撤回来的200多名印尼侨胞 其实都很健康 而且检验费用太昂贵了 所以真的是没有检验 日前有一名英国男子 他前往新加坡出差 那么在染上了武汉肺炎之后呢 还到处趴趴走 先前他是去到法国度假 回到英国之后确诊 连带传染了11个人也中标 他也被媒体封为超级传播者 昨天他首度发声 表示现在自己已经痊愈了 但是要对于被他传染的人 表达歉意 那么临近中国的香港 现在已经有数十起确诊的病例了 也影响到香港的这个观光还有餐饮业 现在就有店家表示 从武汉肺炎爆发至今 生意已经大减了将近七成 回聊民事新闻 现场我们带来关心的是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 现在各国的研究人员 都是全力的备战 希望可以赶快研发出新疫苗来对抗 但是为了确保这个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还必须经过层层的人体 临床试验 有专家就预估最快也要12到18个月 也就是要至少一年的时间 这个疫苗才能够问世 好 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从中国武汉发源的 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这个名称武汉两个字相当有意见 他们最新是以说 命名不该指涉特定的地理位置为由 在昨天宣布说应该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正式的定名为COVID-19 希望可以借此去污名化 好但是在WHO这项消息发布之后 全国的各大媒体依旧无动于衷 继续保持本来的名称 也就是武汉肺炎 好甚至这位是台湾冠状病毒之父赖民兆 他还说现在这个武汉肺炎 应该称它为史上最强病毒 台湾一直希望可以正式的参与WHO 不过其实早在去年八月份 WHO旗下的正式组织 国际医疗资讯协会 就提名了台湾的AI权威 李友专来出任主席 可以说是突破了中国的封锁线